今天的依次个股推介 就是维达国际3331的经济日报投资业 说早选选原因是港股近两个星期 维持在20200到21110区间上落 市场关注美国联储局议息 中美元首通话和中共政治局会议 选股来说 港股将会踏入8月份的中期业绩期 市场焦点从回企业业绩身上 维达近日已经公布业绩 公司加强高端化产品和成本控制 预期盈利继续趋向改善 可以加以关注 同时管理层维持今年内地业务 将会实现双位数增长的指引 而派息有望随着业绩转强而获得提升 马里昂预期短期内只将价格和通胀压力持续 维达会通过价格优化产品组合 和提升效率来缓解成本压力 根据拔博综合预测 维达今年盈利跌1成3 随着产品高端化成本压力舒缓 2023和2024年将会恢复正增长 分别按年增加3成6和2成1 维达股价形态上 好像会挑战中期的下降轨 策略上禁于近期的市况波动 有货的话 在20元或者以上可以继续持有 以大网级与它的目标价 平均23.5为目标 未有持货的话 可以等到7月低位大约19.2收集 跌穿18元就减持 即是向下调整大约6% 优优独播放 begin 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